大家好 我是施健章 繼續比賽馬心趣的時間 星期日的賽事剛才的兩場推介 大家合不合心趣 不合心趣不要緊 還有一場寶物尋歸底 在第10場賽事我選到這隻馬 上次的演出非常好 應該值得再追多一次 在我介紹之前記得那四部曲 不再重複 還有會員 非常好 謝謝大家 這隻馬上次比韓銘連威士忌 一說就知道 和大家重複重溫 沙田1月17日的三班千四賽事 介紹的是哪一隻 紫色衣服的疾風明驅 現在大約在第四位 紫黃色衣服的那隻 另外一隻紫紫灰灰色衣服的那隻 湯湯幸運 拍著綠色衣服的元朗之星 一起放頭 第三位藍藍地色衣服 黃色衣服的嘉應精彩 在這裏面 也會和其他風明驅同場列陣 大家可以留意元朗之星的走勢 其實兩隻馬在初段的時候 鬥笑的 元朗之星和唐唐幸運 一起比哩啤啤啤啤啤 在前面 另一步一步 嘉應精彩一直跟著 再跟著 在他旁邊的那隻 疾風明驅 這次的河明年 真是首到好位 一路在二踏 跟著這隻唐唐幸運 轉彎進來 外面 深藍色衣服的那隻 就是聲為明爵 轉彎進來直路的時候 這隻唐唐幸運 都未斷 但是 很明顯 因為剛才放得快了些 小小的時候 最後這300 就被疾風明驅 趕過了 疾風明驅 沒辦法 那一日 何敏連 就真是非常手風順 就不如拼啤啤啤啤啤 最後這八零二百 就已經過了所有碼 輕輕鬆鬆地 拿到他 這天的第五場頭碼 嘩!威水 過終點 真是開心到比 聲雲明鑽第二 就躺躺行運第三 見到元朗之聲 最後這隻力弱 都沒有辦法保得住 這次的風明驅 夜晚時間都快 1分21秒多 你可以說韓銘蓮是偶然的 但偶然得來他都交了這麼好的時間給你 上次還要在一個外檔的情況下贏 這次他的形勢真的好一點 有個檔都不像上次那麼外檔 雖然是11檔 但上次大概是最外檔 情況比上次好一點 而且他已經贏過的馬應該有進步空間 但他拿膽是沒問題的 腳方面也要介紹兩隻輝王 第一隻就是名譽輝王 因為之前周俊樂騎其實跑過第二 上次換了不是去騎之後 換過大師傅反而不行 今次換了周俊樂騎 減7磅有個7檔 這些馬應該要兼顧 因為他也是側身 另一隻側身馬你都不可以看消他的就是旗幟輝王 上次一出就白頭第三 這次攀到雷神 有個9檔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應該都是駁馬 這隻都是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 另外 電信巴打總理和另一隻家應精彩 在三隻之下我就選了電信巴打 其實剛才大家都看過他的演出 林彬好像對著這隻馬去跑的時候 都不太能定得到 我覺得應該機會會比較差 因為他已經用到14檔 機會會比較渺 總理上次突如其來 會好一點 但這隻馬一直以來的演出 都不太有說服力 所以這次如果太熱的話 我覺得我給他一給他 反而電信巴打上次1600的賽事 我也介紹給大家 這次其實縮短一點 我也覺得這隻馬都可以應付到 還有他有個輕磅 116磅 10檔 田大安騎 田大安騎騎外檔 就比騎內檔 所以我博有賠率之下 最後一選 我就會選了電信巴打給大家 這場我就會用疾風明驅做膽 一拖三去投注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在星期日的三場不同的心趣都推介過 記得我兩個好拍檔 Matthew和阿鵬一樣都有好東西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來近星期日的大賽日 一起贏多些錢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順順利利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